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的丈夫是个顶级富豪 虽说她继承了丈夫的所有遗产 可她并不快乐 生无可恋的她酗酒飙车 决定用酒驾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看着终身昏迷的自己 萌圈的阿珠笃定自己必死无疑 一个男人告诉她 你现在只是灵魂离体 只有赶紧回到肉体里就能复活 阿珠根本听不进去 男人只好诗迹直接向阿珠嫁回了体内 经过一系列强救 阿珠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可左眼却受了伤 然而更心脉的是 医院里明明空无一人 阿珠却总能莫名听到 很多奇怪的对话声 这天她偶然发现 自己的左眼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鬼 这些鬼妆以阿威罪犯人 她每天都缠着阿珠 以吓唬她为乐 她告诉阿珠 自己是她的小学同学阿威 因为太孤独 所以想找她玩而已 为了证实她的身份 阿珠便找到父亲调查此人 一番搜查后 父亲查出阿威因意外而亡的新闻 既然是老同学 阿珠便不再害怕阿威 而且有了这个鬼的陪伴 阿珠也不再孤单 人也越来越开朗 这天晚上 阿威突然找到阿珠求助 不知什么原因 她莫名被人配了明昏 一整天都被一个胖鬼妞纠缠 阿珠一看 果然 门外站着一个红衣女鬼 拿忧怨的眼神 看得阿珠浑身发麻 这时阿珠的父亲找了过来 原来 父亲怕阿威纠缠女儿 故意找大师给她办的明昏 为了救出阿威 阿珠主动劝胖鬼妞离开 胖鬼妞说 离开也不是不行 不过 要满足她的一个愿望 就是让她附身十分钟 体验一下当美女的感觉 阿珠心的遗软 于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可没想到 变成美女的胖鬼妞 玩上了眼 怎么都不出来 她四处过于男人 享受被追捧的感觉 为了救回阿珠 阿威拼死 闯进一间寺庙 请来了一个高僧帮忙 最终成功驱走胖奸 此事过后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阿珠也逐渐习惯 有鬼相伴的日子 她时常会对阿威倾诉 她对往复的思念 可对于外人而言 自己是一个骗财的坏女人 毕竟相识七天 能有什么感情 这个时候 阿威就会当一个倾听者 耐心的劝慰她 安生的日子没过多久 阿珠的小姑子菜儿 又出了事 一项温柔的彩儿 突然性情大变 开始暴饮暴食 阿珠猜测 她是被恶鬼附了身 一醒了来到饭店后 阿珠就看到 附在彩儿身上的恶鬼 她请求恶鬼放过彩儿 恶鬼说 自己生前是被饿死 在她投胎前 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吃个饱饭 打个宝格 恶鬼惊人的食量 让阿珠担心 彩儿身体受不了 便让恶鬼附在自己身上 一顿胡斥还喝后 恶鬼成功打了个宝格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通过此事 婆婆一家人 彻底对阿珠拐棺 可好景不长 阿威告诉她 自己的时间到了 临走前 她答应阿珠 让她见老公最后一面 她让阿珠大声喊出 老公的名字 可不管阿珠怎么呼喊 依然没有见到 心心念念的爱人 与此同时 阿威踏上了奈何桥 彻底消失在了阿珠的世界 后来在修车的时候 当见到活生生的阿威 恍然大悟的她 顿时泪流满面 她痛恨自己的笨拙 竟没有认出 那个鬼就是自己的爱人 原来 老公为了让阿珠走出阴影 失法以阿威的样貌 陪在她身边 让她恢复 对生活的希望 尽快放下过去 她希望 自己无法再去爱她的时候 为她扑下一段言分 让她重新拥有幸福 影片完 这是一部感人的 香港爱情电影 里面很多经典台词 转入了时光者的眼泪 人生世事无常 愿我们 真心每一个 还在你身边的爱人 即便无缘相伴到最后 也愿我们 为爱情留下最美的样子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我左眼见到鬼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结束自己的生命 看着哭 看着昏迷 这天晚上 阿珠突然找到阿珠 有鬼相伴的日子 她吃啥 她吃日 婆婆一家人 彻底对阿鬼 对阿珠鬼 对阿珠尼 这儿 这儿再被你给了 有鬼啊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你 不过 没有人